眨眼就來到第四課 其實第四課的重點是在4.2 因為4.1只有兩版書 4.3其實是通識 所以我真正要教的應該是4.2 4.1只是說以前的form 2 其實是說發電 其實發電其實來來去去都是只有一種原理 但是在說發電之前,我們就要說說 第四課主要說的四種power 就是nuclear, wind,水力, electric, solar 你留意為什麼我要分開來看 就是nuclear power 我們說的是non-renewable 就是那些資源用盡就沒有 那些uranium用盡就沒有了 而這三種我們就classify 就是叫做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即是說是用不盡的 剛才說說發電的原理 我就可以抽回 抽回以前form 2 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水力發電是怎樣的呢?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有些水在上面衝下來 然後那些水衝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potential energy 轉為kinect energy 然後就drive那個turbine 好,drive那個turbine的時候 那turbine轉的時候 就會令到generator轉了 轉的時候 generator就可以把kinect energy 所以就是這樣發電的了 其實有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發電是怎樣都好 原理都是一樣的 今次呢,譬如在這個case 用水去drive the turbine 但是呢,有些情況就是用steam去drive the turbine 有些情況就是用煙去drive the turbine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總之,但是最後來就是drive the turbine 就令到它發電機 就drive發電機 令到它發電了 這樣,行不行? 好,那 那 基本上呢 我4.1就說完了 那所以呢 問題就是 我接下來就會說兩種power 讓大家容易去理解一下 所以我這一課書 我會把這兩個group 一起說 然後就分別再說 new gear power和solar power 這樣 好了,那我就會先說Win power Win power就是在你們書裡面 第107頁 107頁 OK 剛才說了 它是renewable energy source 這樣 但問題就是 這個呢 就只是局限於form2的level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form6 自然就會牽涉到一些calculation 是吧 其實這個原理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呢 風吹下去的blade 那裡 接著那個blade 就會怎樣呢 drive the gearbox OK 那接著那個gearbox 轉的時候 就會令到generator 轉 然後呢 就會發電 OK 好了 但問題就是 計數的part 是怎樣呢 簡單來說 就是 基本上所有的energy 其實都是來自風的 行不行 OK 所以我們要計的時候 那就是 它的energy depends on 它的風 有多少energy 傳到那個blade 那裡 就是善液 那我們就要計 那這個concept 你要留意 就是說 我們假設 有一塊空氣 一塊空氣 OK 好了 而這一塊空氣呢 就會怎樣 在某一個時間裏面 就怎樣 去pass through那個blade pass through那個blade 可以嗎 OK 好了 接著呢 這一塊空氣呢 其實是給了多少kent energy 我們就要計 OK 好了 我們計的時候 首先要計一計 這塊空氣的mask 是多少 這塊空氣的mask OK 好了 那這個mask怎樣計呢 就是我們用回以前所學過的東西 就是mask of the air pass through the tevern 或者pass through the blade 這個就是那個blade 好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把density 空氣的density 乘回 volume 就是mask density乘回 volume 就是mask 好了 接著呢 就是呢 這個 volume 是多少呢 這裡就要留意了 我們假設 這一塊空氣呢 它是一個 圓柱體 這樣打入那個blade 所以呢 它的area呢 就是a 我們當a 好了 然後呢 這個空氣 它在time這段時間呢 它travel了多少呢 這樣 好了 所以整個 假設整個空氣 過了那個blade 它travel了的distance 就是這個空氣 乘回 它pass 的時間是多少 所以就是v成 t 對不對 OK 所以呢 就是把area 乘回它的distance 對不對 對了 所以area 乘回它的distance 就是那個 volume 對不對 所以呢 整個空氣就是將density 成 volume 所以呢 就是rull 成 area 成 velocity 成 time 好 你計算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再做下去了 好了 power maximum 就是把 這個就是那個mask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那個mask 塞進去這個 塞進去這裡 OK 好了 接著呢 就把整個東西呢 好了 整個東西呢 就塞進去 這樣 行不行 好了 然後呢 就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做到呢 一路約了兩個t 就會做到這個顏色出來的了 好 那可能呢 你就會問一個問題了 咦 為什麼呢 我這裡寫一個maximum 在這裡 簡單的而已 你想一想 這裡的風呢 或者這個空氣的energy 是否真的完全給了那個brake呢 一定不是啦 因為有些風呢 會在 中間那裡穿過去的嘛 那因為那些風要碰到那個brake 才可以推動那個brake 這個就是個問題了 是吧 OK 所以呢 我告訴你呢 其實真真正正呢 Win Energy 其實它的efficiency是非常之低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就會有一個數值給它 那就是這個efficiency 成為 power maximum 而我們用這個方法 計出來那個forge 那個呢 只不過是它那個maximum power 可以嗎 OK 那所以呢 Example 4.3 其實都是在說這一點 是吧 它都是先計的area出來 接著呢 就塞進去 所以就計到這個 這個980W出來 這樣 OK 好 那這個就是Win 其他那些就不詳細說了 因為它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 那你自己看 但是呢 其實DSE呢 是考過這一部分的 好了 然後呢 就會說到那個 是做electric power 就是那個水力發電 這樣 好 那水力發電呢 我想以前 form 2都學過的 這樣 那些水衝下來 這樣 好像一些水上樂園 這樣衝下來 OK 那你想一下自己坐在那裡 哇 那些potential energy 哇 一聲衝下來 然後轉轉轉轉 然後就是drive generator 這樣 OK 好 那我們計數的時候 就 相對比較簡單 那多數呢 我們計的power就是 它有多少水 是每秒鐘 它有多少水呢 是每秒鐘衝下來的 對 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們說的是 each second 對不對 對 好 接著呢 所以我們這裏就是 loss of kee per second 就是 mass of the water per second 由這個高度 對 由這個高度衝下來 對不對 有個height有幾高衝下來 120米這樣衝下來 對不對 OK 那這個就是那個energy 所以 loss of kee of water per second 就是mgh 但這個是在說一個per second OK 好了 所以這個你計出來 其實 所以其實 某程度上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power來的 那 如果 譬如這個題目 4.4 我告訴你 efficient是50% OK 那所以 你就要做多一件事 你就要成為50% 這樣 我們所說的power output 這樣 好 好 那你留意 都是一樣東西 就是你留意 整個過程 都是 都是 他做的事情 都是 先找了那個 他將那個density 是的 density 成那個 density 應該是這個 density OK density 成那個volume per second OK 那這個呢 200應該就是meter cube per second 即是每秒鐘 200個meter cube 衝下來 好了 就成那個density 1000 1000那個是說 kg per meter cube 可以嗎 好了 所以你計出來 這個單位 就是這兩個單位 約了 meter cube 和meter 負三 所以 最後來 其實真正的這個單位 應該是kg per second 這樣 但是它這次 上面就讀 每秒鐘 所以我們就 就算了 就這樣寫kg就算了 這樣 OK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的 下一組一出power